超级大暴冷了 台湾少年李家豪调打了世界第一的安赛龙 安赛龙全场失误频频 毫无还手之力 一度被球迷质疑 打假球 刚刚夺得中国超级1000公开赛南单冠军的安赛龙 实力是毋庸置疑 但是连续的作战 对运动员来说也非常累 这次的香港公开赛 众多种子选手都没有参赛 就连戴姿颖在参赛之后 打到一半也选择了退赛 所以这次安赛龙也被贴上了消极比赛的标签 那么他究竟有没有消极比赛呢 我们通过视频来分析一下 你或许就有答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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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